范冰冰淘税6000万!将面临坐牢!这是大老现身了! 大家都知道刘晓庆因其公司涉嫌偷税,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批准被依法逮捕。 刘晓庆被正式逮捕入于无疑是当年的一大新闻。 自1996年刘晓庆成立公司以来,公司逃税金额高达1458万元人民币。 刘晓庆获得好友姜文帮助保释出狱,前后失去自由共422天。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角现在才刚登场。 季方周子和冯小刚之后,崔勇一元沉寂了这么久,将泡口直至。 崔勇一元微博曝光的几张合同照片里,虽然马赛刻掉了一些文字,但是能看出是涉及演艺相关工作的合约的。 在筹金及支付方式这一章节的具体款项中,可以看到按照本合同规定安排范冰冰于规定聘期内参与本片演出工作的内容,并且最终支付范冰冰的片酬为1000万,时间为2015年。 崔勇一元称1000万片酬只是一部分,范冰冰实际上签了一大一小两份合同不怕曝光的小合同价值千万,而另一份隐藏的大合同价值5000万。 也就是说,范冰冰演一部信了6000万片酬。 这如果是真的,这就证明范冰冰存在逃税,这可是要进法院挨板子的。 这可不是闹住完逃税罪是清清楚楚写在刑法里的,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范冰冰就会和刘晓庆遭受同样的经历,是少不了是要进监狱的。 在不经历案中看到范冰冰她在以下采访上谈过自己纤细营影体态完美身段的心得。 不得不说她确实很让人喜欢。小编闺蜜是她的死忠粉,也去学她做了两周锁鼓都明显了。 近日,崔勇一元炮轰范冰冰的新闻上了热搜,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手机2的开拍,自从消息传出之后,崔勇一元先炮轰倒脸冯小刚,然后是编剧刘振云,这几天更是三番四次的映射范冰冰,并且晒出两份合同,一张1000万的,另一张是5000万的。 随住骂账的升级,网友们纷纷抱怨明星的片酬太高,四天时间竟然要加6000万,同样也有明星的铁粉,表示明星能够带来效益,值这个价。 在这里,值不值这个价格暂切不提,但说一说这个两份合同的片酬税务应该是多少呢?下面小编给计算了一下。 6000万的片酬需要缴纳19193000的个人所得税,而1000万的片酬需要缴纳680万个人所得税。 中间相差1300万的税,蒸发掉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签订大小合同,大合同不能曝光,也就意味住大合同上面的税是不需要缴纳的? 不知道这个数字有没有吓到你呢?拿住上千万的片酬,还要搞猫腻偷漏税务,做慈善的时候拿出几十万就被粉丝捧上了天,这真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做的吗? 其实娱乐圈大小合同的事情在网上早有曝光,只是影响力没有这么大而已。 只是不知道老崔曝光的大小合同是否属实,不过只包不住货,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